中国有一座神秘矿坑 以一己之力还苏联20亿外债 因帮老百姓减轻巨大负担而被称为工薰矿 它含有80多种金属 其中不乏稀有元素 日本对它眼红不已 甚至连废矿都不放过 但奈何中国从不对外出售 这个矿坑位于何处 到底有什么稀有元素 让日本对它垂涎三尺 现在这座矿又怎么样了呢 本期影片就跟随着小编的视野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早在18世纪90年代 一位名为西斯尔斯的俄国学者 由阿尔泰山西北进入中国 在此后的100年间 不断有沙俄人进入新疆考察 描绘出了一幅详尽的阿尔泰山地图 1930年的可可托海 一位名为阿牙阔兹拜的牧民 在放牧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块漂亮石头 一番把玩之后 他把石头带回了家 经过粗糙的打磨之后 他获得了一枚五光十色的宝石 此后 他再次前往发现石头的位置 经过简单的勘探 他采集到了更多的漂亮石头 其他的牧民们 在看到阿牙阔兹拜的收获后 也纷纷赶往该地 将捡到的石头打磨成宝石 佩戴在衣物上 当作饰品 恰好那时 一对来自苏联的地质专家 再次经由阿尔泰山西北 入境中国 寻找稀有矿脉 当他们来到可可托海地界时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 这里的牧民 居然人人都佩戴着 稀有矿石制成的装饰品 经过辨认 苏联觉者发现 牧民身上的石头 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稀有矿石 他们判断 脚下的可可托海 一定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 于是 前苏联与当地军阀签订了 租借新疆西矿条约 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 前苏联获得了在 富运伊犁阿尔泰山地区 采集稀有金属的特权 此间发掘的矿种 包括但不限于 锂坦皮在内的 一系列有色贵金属 为前苏联的国防科工 输了不少血 1949年9月 随着新疆和平解放 可可托海的矿藏 开采进入了中苏合营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 在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 中苏联合开采新疆的 有色稀有金属的协议 也赫然在列 但是1960年7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 与中国缔结的一系列合约 并强制中国在1965年前 清偿苏联共计52.9亿元的贷款 该贷款曾主要用作 抗美援朝战备之资 真是趁人之危 十方三年困难时期 人们饭都吃不饱 还要还苏联这笔黑心贷款 怎么还 当然是勒紧全国人民的亏腰带 有钱还钱 没钱 就还等价的资源 但是可可托海三号矿坑产出的资源 就偿还了24.86亿人民币的债务 约占到总金额的47% 三号矿坑在危难之时 保全了共和国的尊严 回望三号矿坑的丰功伟绩 从这里产出的西游有色金属 在罗布博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 随后试爆成功第一颗轻弹 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 两弹一星核心原部件中皆有活跃 可以说隐姓埋名的三号矿坑 以一级之力支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可可托海三号矿卖 堪称世界级别矿卖 这是一条蕴含丰富矿藏资源的 稀有金属花岗伟晶岩矿卖 伟晶岩这三个字 在地质勘探学中 等同于巨大的财富 该矿卖已开载的矿藏种类高达八十六种 占人类已知矿藏资源的百分之六十 甚至以一级之力为元素周期表更新了七条信息 其中 锂 哈 痰 色等矿产资源量均位列全国前十 这是一个天然的世界级地质博物馆 也是无数地质工作者心目中的盛程卖家 可可托海三号卖矿 不仅矿种多产量大矿石的品质还非常高 受限于当年的冶金技术 矿石利用率较低 冶炼完毕的矿石仍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经过一提的矿渣的稀有金属储量 甚至可以超过普通矿山 未经提取的矿石 彼时的日本刚刚经历过二战 国内本就稀缺的资源早已被战争消耗殆尽 作为一个战败国 他们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 于是这个无时无刻不觊觎着我们资源的小岛国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可可托海三号矿卖的矿渣上 他们还提出了以一斤粮食换一斤废矿的优厚条件 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刚刚走过三年困难时期 老百姓们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饱饭 又被苏联卡了脖子 粮食对那时的我们是刚需 权衡再三 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人拒绝了日本抛出的橄榄枝 在那一代矿山人中还流传着一句话 宁肯吃不饱 也不把废料给日本人 于是当年的废料和现在的三号矿卖一起 暂时被封存起来 成为了和平时期共和国的战略储备资源 现在看来当年的决策正确无比 且不说废料的价值远远大于一斤粮食 单是将这些废料流出去给日本 就不知道会让他们的国防科工进步多少 当年海拔200多米的小山 在开采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那像地心蜿蜒下沉的货车通道 像极了一条盘卧折服的巨龙 在祖国西部静静地注视着共和国的崛起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将可可脱海地质公园 列入了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在国际上享有剩余 三号矿卖在解封后被赋予了功勋矿的美称 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 真正的功勋 更是那些秉持着无私无味的魄力 坚持着一颗赤诚爱国心的可可脱海矿工们 他们是新中国的渔工 也是共和国的无名英雄 可可脱海是中国的第二寒级 最低室外温度可达零下57摄氏度 在最炎热的夏季 矿洞中的温度也仅仅只有3摄氏度左右 施工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在中国建造第一艘核潜艇的时期 史称百日大会战 中央下达重要命令 要求矿工们在100天内开采8吨的坦尼矿石 当时的开采速度仅能达到每月半吨左右 为了如期完成目标 矿工们不得不开启超符合工作模式 工作量陡增至平时的5倍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睡5个小时 吃饭及其他3个小时 比起那时候 似乎现在的996或者007都不值一提 当时工人们吃住都在矿洞里 每顿的餐标都只有两个馍馍和一碗糊糊 不要说肉了 连新鲜的蔬菜都不能有 施工时 工人们用到的工具 是当时开采效率较高的手持风钻 也因为这个设备产生的大量 包含二氧化硅的矿石粉尘 使矿工们大面积患上一种 名为吸肺病的职业病 患上这种病后 没有任何药物或方法能够治疗 这种伤害也是不可逆转的 二氧化硅造成的肺部监制纤维化 按照严重程度分为一二三期 曾经有医生解剖过一位 吸肺离世的患者遗体 发现他的肺部已经完全钙化 当然最后 工人们在100天内 为中央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前提是 牺牲了自己宝贵的健康乃至生命 那时候的可可托海人 就是靠着一碗糊糊 加上一个嬷嬷 在矿洞里日以继夜的干活 无论男女老少 干部或是普通工人 都是用着背牢 为国家背出了两弹一星雨核潜艇 靠着一颗颗矿石 还完了前苏联的外债 为后来安定的发展环境 奠定了基础 2020年7月 新疆有色集团在乌鲁木齐 修建了一座有色陈列馆 馆中的每一个物件 每一幅照片 都承载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年的矿一代 早已有了孩子 孩子们又孕育出新的生命 现在的矿三代 也传承了先辈们的事业 在可可托海这片沃土上 铺泻新的传奇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可可托海 被誉为江北明珠小上海 新来攘往的人们 因矿结缘 如今的可可托海 回归了最初的静谜 例如它名字的寒意 绿色的丛林 现在的可可托海 接纳着五湖四海的游人 以一种全新的模式 焕发着它独特的生机 一代代矿工和三号矿卖的付出 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奠定了无惧战争的前提 有幸生在这个和平的国度 如今的我们 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基础 再也不需要仰望他人鄙息 在可可托海 最有经济价值的 或许是海兰宝 但比海兰宝更加珍贵的 是可可托海人 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和鱼工精神 矿工精神永利 对我们来说 记住这段过往 就是最好的传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